You are 大家好 我是宇文文 很开心又来到脱口秀大会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 上次李旦找我来的时候呢 还是因为前任三 现在呢 他已经有前任一了 希望他前任三的时候呢 我还能再来 可以 没问题 看得出来我这个人说话的 一直都很直接啊 甚至有一点鲁莽 在浪姐刚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我特拽 叫我拽姐 分队的时候呢 宁静姐说 在我身上看到了她年轻时候的样子 然后呢建议那姐选我 那姐本来想婉拒的 但是在静姐的强力推荐下 她就直接拒了 这个画面啊 被称为浪姐尴尬第一名场面 但是我其实本人并没有被尴尬到 因为在我看来呢 那姐不想要的并不是我 而是年轻时候的静姐 跟我有什么关系 第一次公演之后啊 很多网友都在网上骂我 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只能拼了 六场公演 我把我会的乐器玩了个遍 各种舞呢 我也跳了个遍 网友慢慢地 她对我还真就改观了 都夸我全能 还说有什么是 于婉婉不会的吗 没有 看到了吗 谦虚我就不会 最让我惊喜的是 这样的一个评价 说于婉婉真是牛啊 是百里挑衣的音乐人 我说这个百里挑衣 那我这个牛是 涓山牛啊 是经典 涓山有进来选用的 珍贵牛种 大约只有百分之一 以后夸我可以简单点啊 说于婉婉 涓山牛 其实不只是我 所有的人 大家都特别地拼 比如说娜姐 你们都不知道 娜姐有多狠 她一有空 她就打麻将 但是她打麻将的时候呢 她永远都在练歌 经常就是 你永远不懂 我想被七筒 想白天不懂 八万 难怪娜姐唱歌 那么好听 你说能不好听吗 哪一首歌 她不得练个 十圈八圈的 我后来就特别特别 想跟娜姐合作一个舞台 我就在群里啊 加那个娜姐的微信 想找她好好聊聊 结果她设置了那个 不能添加好友的 那个设置 娜姐 咱一会儿就把这个微信 咱给加上吧 像你这么经常的练歌嘛 总会有三缺一的时候 是不是 好嘞 我加 其实姐姐们平时关系都特别好 对我也特别好 有一次呢 我发高烧 就还赶上了录制 所有的姐姐们都来给我送药 我全吃了 阿萨阿娇呢 还特地从香港 给我带的药 他们说这个药你没吃过 你一定得尝一尝 我当时其实吃药都已经快吃撑了 但他俩是我的偶像嘛 你们也知道 我说行 命给你 确实在这个节目收获了非常多的友情 但是网友呢 你们也知道更喜欢磕CP 愣是给我组了十几个CP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CP体制 但是好像呢 只要我一跟谁同框 他们就开始磕 今天呢 我来这儿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要是跟何广志 徐志胜 我们三个要有个同框 估计这CP也没跑了 我这CP名我都想好了 何至于此 挺好的 其实浪姐对我影响特别大 以前上节目 大家都让我唱体面 现在走到哪呢 都改让我跳舞了 我一听到跳舞这两个字 我的应激反应了 就连今天来讲个脱口秀 李旦都跟我说 说文文姐能不能来跳一段舞啊 我说跳什么舞啊 跳脱口秀大会舞吗 李旦 虎相伤害吧 好恶啊这个 我还挺怀念在那个浪姐的那段时间 虽然比赛我是都没怎么赢过 但是呢 最好的舞台 输掉也不是什么坏事 今天呢 各位选手其实也是一样啊 尽力去拼就可以了 输了也没有关系 反正呢 至少跟我没关系 谢谢大家 我是音音 嗨嗨大家好 我是小四爷 我经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比如我最近就在研究一个问题 怎么才能把豆浆 做得跟咖啡一样高端 它们不都是豆子加水做的吗 只不过一个是咖啡豆 一个是黄豆 咖啡能提神 但豆浆更有营养 但是现在 豆浆和咖啡的形象差距确实很大 很多人追女生 都会喝咖啡约会 但是如果我追女生 是约她去路边的早点铺 喝两杯豆浆约会 那喝完她肯定会拒绝我的 小四爷 能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很注重 养生的男生 你也很贴心 怕豆浆撒了 还给我套了个透明塑料袋 但是我实在不能接受像今天这样 早晨七点就来这约会 别人的恋爱深夜暧昧 我的恋爱早起排队 那怎么才能把豆浆做得高端呢 方案我都想好了 怎么营销 和国外的品牌做联名 我们也可以和知名奢侈品品牌 香奈尔联名 出一款产品 豆浆奈尔 这款豆浆的卖点就是香 而且豆浆的产品名字也得营销 不能再叫什么杂粮豆浆 五谷豆浆了 太土辣 你看人家咖啡的名字 叫什么拿铁 越听不懂越好 他们叫拿铁 我们叫拿法 就是高端 拿我没有一点办法 而且豆浆还必须得有一个英文名 咖啡为什么听起来高端 因为咖啡这个名字就是英文名 咖啡 是英语过来的 而豆浆一定有一个英文名 就叫豆浆 拿法豆浆 要想把豆浆做得高端 最终还是要靠品质说话 卖的最贵的咖啡都是纯手工打造 但是我们做豆浆要做出中国特色 它们用人工膜 我们用驴 春驴工打造 驴给你也不能是普通的驴了 高端的驴 不是LV驴 BD驴 保定驴 而且驴的腿得长 因为拉末的时候 它要自己踢水龙头加水 因为是纯驴工打造 而且驴肯定也是要经过培训的 拉末的时候 它要先朝左转三圈 然后再朝右转三圈 然后再朝左转三圈 反复淹没三个小时 让每一颗大豆尽情绽放 如果驴 它们要按照规定转圈 比如转反了 或者多转少转圈 那我们就多了一款产品 驴肉火烧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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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邓凯 我今天主要吐槽一下我妈 让她也上一上这个节目 我妈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 所以我小学最讨厌的就是语文课 特别是在写 我的妈妈这篇作文的时候 你们能感受那种 就是当着本人的面 去瞎编一个故事 夸她的那种尴尬吗 真的压力很大 每次在写这篇作文 我就感觉自己像一个水军 在给她写软文 很多朋友一定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就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你的妈妈背着发着高烧的你 去医院打针的故事 当时所有的同学都这么写 我也想这么写 但是我妈说不行 她说你作为一个老师的小孩 这么写 就跟写谐音梗一样 是一种偷懒的行为 我说妈 那应该咋写 她说你这样 你写完我送你去医院的故事以后呢 再写一下我借着微弱的灯光 在病房里批改学生作业的故事 我这么写了 分还挺高的 就有一个问题 一个月以后 该写我的老师这篇作文了 我迟迟动不了笔 同桌还纳闷呢 你咋不写呀 就写你妈给我们批改作业呀 我说你不知道 上次起点起高了 现在普通的批改作业 已经满足不了用户的需求了 我估计这次只能写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我妈发着高烧 却毅然推开身旁的护士 在救护车上 批改起作业来的故事 感觉这种题材刺激不到他 哪怕豪也不行 我是一个没有审美自由的人 我小的时候 真的 我妈给我买什么 我就穿什么 那我整个小学啊 都是穿我妈的丝袜上学 不过不要误会我啊 是短丝袜 不是长的 长的冬天穿 冬秋裤穿 不过虽然是穿丝袜呢 我当时还是有一些 自己的衣品 我会把丝袜往下撸 就撸成好像腿上 带了两个镯子的那种感觉 这有一个好处 你们知道吗 就是以前 你在跳皮筋的时候 有一个动作是你跳过去 然后要拿膝盖 把皮筋往下压 这样你的同伴 才能更容易地跳进来 对吧 我有了这个环以后呢 就能轻易地 把皮筋给别住 这一看就是同龄人 所以我当时还有一个外号 叫做霸王别金 因为是太紧张了 可能没发挥好 邓凯我觉得很可惜 太紧张了 因为我是他室友 他也赢过我在深圳的比赛上 而且赢得非常惨 那次 那次基本上是 他是我十倍的票 他不太能把现场的气氛 给带起来 他反倒越讲 越把这个气氛 讲沉下去 好 谢谢大家 我是邓凯 小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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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是邓凯 我是 我 是 大家好,我是王冕 大家好,我是CY 我们是东东组合 因为 因为 我来自东北 我来自广东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 歌 高二三班的一个早上 班里转来了一个姑娘 她好好看哦 眼睛好大,比我还大 一直都盯着你的方向 盯到我心里小鹿乱撞 你站在你妈的身边 不敢说话 而你妈 是我的丈母娘 是我的丈母娘 不是,是我的 我起码还会弹吉他,你会杀 我打听过了 他一定会喜欢我的 为什么呀 我听说他喜欢小动物 所以呢 正好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那我也喜欢小动物 有吗 我经常用他们包养生汤 我经常用他们包养生汤 签名也改成你最爱的歌词 我把QQ秀设计成你的样子 于是你注意到了我 还举报我是冒充你的骗子 所以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那天放学 你路过操场 不想大力射门吸引你的目光 就算门将也无法阻挡 球砸到你脑震荡 当当当 希望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听说你喜欢像一个男生 我还照着他的样子 把头烫 可是你心里却只有他 谁啊 郭德纲的搭档 所以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那天放学 你又路过操场 我想百米冲刺吸引你的目光 我没有失误 你也没有受伤 只是我跑得太快了 快到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站在毕业典礼的礼堂 明天过后就要天各一方 我决定今天一定要向你表白 可你的位置却空荡荡 小芳呢 你不知道吗 她进医院了 为什么呀 因为她复发脑震荡 你看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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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我 十年后的同学聚会 你还那么漂亮 你已经成为了新娘 可我们都不是新郎 酒喝多了 你靠过来 悄悄地对我讲 你说 其实那些年你做的所有事情 我都知道 你偷偷放在我抽屉的签纸盒 我还留着 每天上课 你会悄悄在我桌上 放一杯奶茶 我还记得你当时有个外号 叫水手 对吧 有时候我经常在想 如果当时你能主动一点 过来跟我表白的话 算了 都过去了 小凡等一下 有句话我一定要对你想 那都不是我 你说的也不是我 你根本看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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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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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够了 够了 大家好 我是杨丽 这一期真的好难对我来说 因为我有点不知道讲啥 我感觉现在的人都非常脆弱 我都经不起调侃 然后就有人跟我说 他说杨丽 你还可以调侃你自己 我说可是我也很脆弱 我也是现代人 而且我都已经做了两年艺人了 我现在更脆弱了 你现在别说讽刺我 我现在就是每天听不到那种 虚假的夸美 我都受不了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没有 我想说 怎么最近没有人骗我了 我都这么不成功了吗 他们都去骗谁了 徐志胜吗 所以你们知道 在上海那两个多月 我哪儿最难受吗 就是有两个多月 都没有人夸过我美 我当时想说 这种丑日子 我这种美人怎么过得了 这两个月真的 对我人生的影响很大 我现在整个人已经变了 从里到外都变了 我跟你说 这两个月我每天在家 扫地洗衣做饭 拖地打扫卫生 我这么是跟你说吧 我现在的生活 离家庭主妇就差一个家庭了 我现在出差都要求 我必须住大酒店的大房间 因为面积小的 都不够我扫的 所以我看到那种 越脏的地方 我现在就会越兴奋 就比如说那种大学宿舍 还有什么 马路上垃圾堆 还有这些 退伍秀演员的内心事件 我没有退伍 我没有退伍 真的 但这两个月 真的我懂得了很多人生道理 我才发现人呢 工作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你不能太闲 人一旦闲下来 待在家里 很容易主动联系自己的前男友 门 真的我算明白了 什么好马不吃回头草 那都是因为马儿 可以在外面自由地跑 就是 当你把马圈在一个屋子里 你看他吃不吃回头草 他能转着圈吃 你知道 一边吃 一边还跟同伴说 咱不当马了 咱当驴 我觉得 不光是我 我感觉他都这样 我在家我都担心 我说这要再这么下去 能解封的时候 我们公司这些同事 不会都复婚了吧 我打工作 他还打了 我打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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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真的太难熬了 寂寞 24小时为什么这么长啊 你就会想找人聊聊天 我说我不行 我要去联系我前那一 我还问我朋友 我说我怎么跟他说啊 我第一句话说啥 我好紧张啊 我朋友说没关系 无所谓你说啥都行 因为不管你说啥 在他看来你都只说了一句话 那就是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然后我就发现 他对我爱搭不理的 我就开始找各种话题 你知道吗 我会给他发我的猫 发我的猫 我说你看可爱不 他最近又长胖了 每天都发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 我好像《甄嬛传》里的齐飞哦 就是为了让皇上多看看我 每天只有一句台词 说你看皇上三二个 最近又长高了 果然 皇天不负有心人 有一天 他终于开始跟我分享他的生活了 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他说你看这是我女朋友 可爱不 我说 有女朋友你不早说 你女朋友爱聊天吗 咱俩能不能拉个群 这就叫相亲相爱两家人 你知道我有一次 在演这一段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观众 就一直这样盯着我 他也不笑 我说你咋了 他说丽姐 我不喜欢看到你这种谄媚的样子 我说 那对不起了 我现在就是这么谄媚 你不喜欢有什么用 我妈很鼓励我这样做 我跟你说 这种朋友 他就是没有被隔离过 我现在都理解了 为啥过去的妃子那么爱宫斗 因为闲啊 你知道吗 如果你知道他有机会出去工作 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特别忙又成功 他根本不会工作 只会每天给公公塞钱说 拜托你的李公公 求求了 今天晚上让皇上 千万不要翻我的牌子啊 我没时间啊 明天早上我还有六个会 咱没有条件过这种 皇上阿哥热炕头的生活呀 让他去齐飞那看看吧 听说三阿哥最近又长高了 所以今天你知道 我又回到了这个舞台 就是因为疫情让我明白 工作有多重要 而且我已经跟我前男友的女朋友 说好了 在我和他之间 至少又有一个女人 要好好工作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我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母校 学的是矿产勘探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了不了解 就是把我学废了 真的 我学了七年 只找到过一个矿 就是在黄金矿工里面 而且我们这个专业啊 真的要在山里待很久 就我从小听到的励志故事 都是那种大山里的孩子 通过好好读书 考到大城市 我们专业的孩子呢 本来在大城市 也通过好好读书啊 考进了大山里 怎么说呢 朋友们 就是读书啊 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别人问我爸妈说 志愿给孩子抱到哪儿 我说抱到哪儿 抱着变形计啊 抱到哪儿 而且我们专业 实习第一天 老师开着车 就把我们拉到了山里 给了我们一张地图 和一个指南针 告诉我们 今天你们要从这里 走出去 我当时想 哇 老师说的走出去 该不会是 只有一个人能走出去吧 就下车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该跟我的同学合作 还是该干掉他们 让我同学拿着严实说 我先分析一下严性 我说我先分析一下人性吧 后来发现想多了 真的 在山里 同学不危险 因为一进山呀 同学就走散了 真正危险的是野生动物 有一次啊 我就被两只野狗 给盯上了 下狗 常识都是弯腰剪石头 是吧 但这是野狗啊 它没有常识 我就是正在那 弯腰剪石头的时候 被野狗给盯上了 我当时看起来 我不是在下狗 我是在给狗请安 你知道吗 狗说梦 我说知梦 所以我 我都不敢盯着那个狗看 我怕它觉得有敌意 所以我当时 只能低着头看石头 整个画面就是 我在分析严性 狗在分析人性 而且它们确实在分析 因为我手往左 它们就往左看 我手往右 它们就往右看 感觉 它们不是对我感兴趣 就是对这块石头感兴趣 我当时想 哇 这两只狗该不会 还是只学术狗吧 狗还算好的 你知道吗 有吃的我喂它 没吃的我喂它 最可怕的是遇见了蛇 遇见蛇我们的常识是什么 打蛇打七寸对吧 关键是谁能告诉我 蛇的七寸在哪呢 我总不能在哪 我说一寸 两寸 三寸 你别动啊 一动不就数乱了吗 四寸 五寸 六寸 哎 这蛇就六寸 真的好不容易要下山了 我们还得敲一包石头 背回去研究 我们学校建校七十年了 每届学生都从这个山里背石头 把这座山的海拔都背低了 让我们迂攻知道的都得想 我说什么来着 就搬山这种事情 根本不用请身险 中国地理大学就给办了 其实说了这么多 我还是挺喜欢我们专业的 就是学这个专业 真的会让我们心胸开阔 因为在我们地质上来说 最小的时间单位是一百万年 就说实话 人类的历史都不够一个小数点 就是虽然此刻 我现在在透过秀大会的第五季 但在地质年代上 我们人处在 显生骤新生代的第四季 其实说到底 就想想这两年的糟心事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 是一个小数点解决不了的 谢谢大家 我是英年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你们可能都看了 上一集土耳朽大会 我们上了那个节目 虽然上了节目 但我们不是那种 上了节目以后 就一个劲地看这个节目的人 我们只看自己的片段 看的时候呢 我们就打开了弹幕 想看一看网友 对我们的表演 都有什么样的评价 都有什么客观的暂时 然后就看到 大部分的弹幕 都指出了一个问题 左边的那个 脸更大 我就很烦这种弹幕 看个脱口秀 弹幕全在刷 脸更大 还越发越多 越发越多 把我小巧的脸 都挡住了 当然 挡不住他的 当然也有弹幕不这么说 他们非常有礼貌 说话一点都不阴阳怪气 他们说 两个都挺好的呀 但为什么左边的这个 站得离尽头更近呢 我觉得吧 你看脱口秀 你就看呗 你管人脸大不大 又不影响你看脱口秀 除非真的大到 影响你看脱口秀 看的时候 你就一直在想 这哪里是双胞胎呀 这一个比一个大呀 这是套娃吧 所以做完节目 有段时间 我就很怀疑自己 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去瘦脸 这样跟他更像一点 所以他就不吃外卖了 他开始自己在家里 做沙拉吃 结果我们吃沙拉 吃了整整三个月 发现吃沙拉 对脸变小真的有用 我的脸缩小了 我的脸也缩小了 那开始减肥以后呢 我就发现 我吃的东西越来越贵了 但是成分越来越少了 买杯酸奶 不是无糖的 就是低脂的 上次我看到一块 代餐饼干 上面直接写着 无糖无盐无油 无脂肪无碳水无能量 我当时就打给了宇航局 说我找着了反物质 老龙肯定很喜欢他们 我们还关注了一些 时尚公众号 自从关注了他们 我就觉得自己身上的毛病 越来越多了 比如现在夏天到了 我只要随便打开一个 就会看到上面在说 大家都开始脱毛了 你不脱吗 人家的小腿 都光溜溜的啦 只有你还留着胡子 然后他就开始给我 推荐各种美容衣 什么微电流美容衣 激光脱毛衣 乱七八糟一大堆 那这种东西 我们都是一看就知道 怎么可能有用嘛 我买来试试 所以现在我每天早上起来 就对着镜子 先垫自己半个小时 再烧自己半个小时 为了美一点都不觉得疼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哦 原来电的是她呀 那这种文章看多了 你就会觉得 好像女孩子身上有毛 都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尤其是夜毛 好像男生只要看一眼 就会头晕恶心 想吐 呜 夜毛要是这么能让人难受的话 女孩干嘛不用她来防身呢 平时要走夜路 就提前假好 碰到了坏人 坏人说 你不怕我吗 我说 你不怕尴尬吗 可以拍了 李亮特务舞台 要找人机会 完了 不好搞 我们俩现在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 其实我们俩经常会吵架 每次她来说我的问题 我就转移话题 说她的问题 我说今天你怎么又没刷碗呢 我说那你昨天还没刷鞋呢 那我还没说你乱放牙刷呢 我找不着你牙刷怎么刷鞋呢 不过现在我们吵架吵多了以后 我们俩都成熟多了 现在我们要是再吵起来 我就会说 等等 我们先不要吵 我们先冷静下来 我说 那你先从桌子上下来 那麻烦你先把桌子放下来 有一次我气得不行 我去把我妈找来 我说 妈我不要跟她这个人注意气了 她这个人太倔了 我妈她不会当面说谁 她会把她拉到一边 然后悄悄地说 哎呀你不要跟她计较嘛 演乐这个人是有点缺 我说 妈 我是演乐 哎呀我说那个意思嘛 你就让着点妹妹嘛 妈 我是妹妹 你们俩不在一起 我看不出谁脸大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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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蒙恩 虽然我是一个新人啊 但是我接下来必须说 你们接下来看到的表演 你现在是这一场 第一个真正的脱口秀 好吧 其实我差一点就来不到这个舞台上 我海选的时候差一点就被淘汰了 那天直接就被我干蒙了 我就是已经怂了 因为海选之前我特别的自信 有一个选手报名表 上面就问你 就说你最想挑战的是谁 我当然想都不想 就说李淡 这次正式拍摄的时候 导演又问我想挑战谁 挑战自我 实现突破 我连唐文博 我都不敢多看一眼 然后我第一次上来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我有个朋友 他是做选秀的导演 他跟我说 你讲什么不重要 你要上节目想火的话 关键要有人设和标签 然后他甚至为了证明标签的重要性 他拿礼单来举例子 他就说 我现在说两个词 你说你马上能想到谁 一 诗人 二 爱喝酒 你说你想到谁 你们的包包更可破了 没关系 The show must go on 但是我跟你说 导演不愧是导演 他马上问我第二个问题 那提到杜甫 你能想到什么 我说啊 你看 这就是杜甫为什么没有李白虎 因为他没有标签 说完之后我就开始想我的标签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导演 无非就这么几个标签 第一个是地狱 你来自哪里 我是一个内蒙人 这个节目最不缺的就是内蒙人 这个节目就内蒙人办了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明星脸 什么焦大吴亦凡啊 这船中汉梁之类的 有人说我长得像白举刚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 我觉得白举刚 他似乎也需要一个标签来向别人证明 他是谁 我说我是脱口秀白举刚 就跟我说我是脱口秀杨志宏一样 你们知道杨志宏是谁吗 你们当然不知道了 杨志宏是我大姨父 我甚至为了找我的标签 我去回看了上一季的脱口秀大会 我看他们都起什么标签 结果他们起的都什么 脱口秀大王 脱口秀太后 线下之王 诈场王 爆梗王 连谐音梗都能有个王 你就感觉脱口秀 这个新兴而小众的行业里面 居然充满了帝王将相 我来参加脱口大会 就像去了 遍地是大王 短暂又辉煌这些人 中国脱口秀 只有一个工人子弟 就是赵小慧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从小没有标签 我小的时候是一个 很蔫的小孩 你们知道吗 就是蔫到什么程度 就你们以前的班级里 都会有这样一个小孩 就这种小孩长得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小孩长得 就让你觉得 全班的屁都是他放的 然后所以我小时候很痛苦 我为了去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甚至做过很多 那种叛逆的蠢事 那时候武侠小时候特别流行 所以每个学校 都会有这么一个小帮派 是由一群不爱学习的中二少年组成 然后他们会用他们文化水平的上限 给自己起一个又low又霸气的名字 在我们学校这个组织叫 六中七匹狼 当时我真的想加入他们 但是他们的名额已经满了 然后我求了半天终于加入了 就导致六中七匹狼 我排第八 加入之后 他们就要搞一个仪式 叫煞雪为萌 割破手指头写雪书 这个仪式我们搞了两个小时没搞完 倒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流着点血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煞雪为萌的煞字怎么写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还要逃课出去 和别的学校的门派切磋 第一次出去切就被人切磋得很惨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主要输在了人数上 对方叫一中十三太保 而且我们当时我们人还没来全 就是六中七匹狼 阴到八人 十到六人 为什么呢 因为三狼和五狼没写作业 被老师扣下了 从那天之后 我们老大立起了一个帮规 以后逃课之前 必须做作业 我说 老大 老大 等一下 如果我每天做完作业再出去的话 那就不叫逃课 那就叫放学呀 所以在我们老大的带领下 学习成绩蹭蹭往上涨 价美打应机场 学习成绩上来了 文化水平就上来了 六中七匹狼 从命改名 六中七贤 这就是一个特别讨打的名字 你们知道吗 有一会儿我就被人堵到胡同口了 上来就问我 哎 你就是那个七贤里的老八呀 我试着怎么样 给我打 我说等会儿 怎么了 我怎么招惹你了 是我妹妹让我来找你 你妹 我怎么招惹你妹妹了 我妹妹说 你老放屁影响的学习 吓得我 赶紧给我大哥打电话 我说大哥你在哪儿 我没堵出来赶紧过来 结果对面传来特别小的声音说 喂杨仔 我正在考试 考完试就来过来 我说什么时候了 你还来考试 你快来跟着救我 行行行行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知道 毛巫为秋风锋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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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锋� 睡觉工作内容就是卖萌 跟余老师差不多 但是其实大熊猫的这个工作 特别不容易 前几天我去了一趟动物园 我发现整个动物园压力最大的 就是大熊猫 我去那个动物园 只有一只大熊猫 外边有七八十个游客 围着它在那看 你们谁上班的时候 能有七八十个领导同事 在后边盯着你的屏幕 我觉得这个竹子吃得有问题吧 特别难受 我都挤不进去 全是人 我只能在那看一个大熊猫的简介 上面写的是 每只成年大熊猫 每天要吃三十公斤左右的竹子 我当时看着这个 我说 这是它的KPI吗 你知道那个熊猫 吃着吃着就停了 你知道 它就这样眼神涣散地看着我们 然后看了一会儿就继续吃 我就感觉它想的是 哎呀 吃吧 还有二十多公斤呢 得吃啊 不能饿着 不胖我就不萌了 你们知道动物园里的动物 我觉得它完全就只把这个当作一份普通的工作 没有动物把这个当作一份事业 你们明白事业跟工作的区别吧 就是这些动物在动物园里完全没有什么职业理想 你去问大熊猫 哎 为什么一直就在这卖萌呢 他说你说 你说我就 我就这样 我不卖萌 我还干点啥呢 是 我们就足足蹦蹦就都干这个 老人跟我说稳定 你看 爷爷 看不出来吧 今年六十了 还是这么萌 越老越萌 我们这个品种就是老萌了 这这样给我给它改的吗 真的是这样 动物园里的猛兽就完全没有猛兽的样子 你去问狮子是吧 狮子你现在还想做百兽之王吗 你不要问我 什么百兽之王 你去问老虎 你去问老虎 那我只想下班 整个动物园最没有狼性的动物 就是狼 我走到那个狼圈 我看到那些狼七零八落地躺在那个地上 我就说这是谁不要的狼 就扔在这儿了嘛 就是那个饲养员进去打扫卫生 就完全也不尊重狼在食物链里的位置 是吧 就这样走进去嘛 踩到狼也不道歉 就把这个狼尾巴这样掀起来 扫一扫这边 把狼放回去 扫扫这边 把这边狼搬过来 放在这边 扫完这边再把狼搬回来 拿一个扫帚 推着那些狼的地上到处走 给那狼弄得一身灰 我都觉得是不是没有游客的时候 那个饲养员就这样 拿着狼这样扔着玩 我那天在动物园逛了一整天 逛了整整一天 我看到的最有活力 最积极的一只动物 就是它们扔进去喂狼的一只鸡 那只鸡刚刚被扔进去的时候 但是没有狼睁眼看它 没有狼睁眼 所有狼都躺在这 什么东西 鸡 新邮件吗 没有没有没有 就只有一只狼 这样睁开一只眼睛 看着它一眼 然后那个鸡 但是狼很快就把眼睛闭上 然后继续躺着 感觉是点了一下鸡 右上角的一个叉 放一放放一放 不着急 今天这才礼拜一 没事没事 这个礼拜还有好多鸡呢 你才是礼拜一的鸡 我们礼拜五集中加班 吃一下就完了 动物园里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 特别消极 懒散 完全没有活力 我想了很久 为什么 我觉得动物园就应该引入一些 我们人类社会的做法 是吧 比如说像互联网行业的那种模式 就告诉那些懒散的狼 你们到了35岁 是要被开除的 然后我们去野外 再招聘一些刚毕业回来的狼 因为年轻的狼 更有狼性 要的更少 而且他们更傻 他们还相信 只要我在这个动物园好好干 将来我买车买房买羊 而且我觉得还可以引入一些 比如末位淘汰制 对吧 我们就告诉所有的孔雀 你们要注意 从今天开始 给我拿出球偶的镜头来 玩命地开屏 去吸引游客 每周吸引游客最少的那一只 我就把它丢到狼圈里去 当然如果你活着走出来 我就开除那批狼 而且 是不是动物园晚上六点关门 也太早了一点 人类社会已经九九六了 我们应该不应该两班倒吗 不是正好有夜行动物吗 晚上都出来上班啊 我觉得我们 就是做这个工作是吧 你要想到客户的前面去 用户没有需求 你就主动创造需求 我们动物不努力 人类自己能意识到自己 半夜想逛动物园吗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跟我在小时候 在动物世界 人与自然看到的 完全不一样 我小时候在动物世界里 看到的猴子 特别开心 就是在树上 荡来荡去自由自在 抓一个水果吃 然后自由自在荡来 就让哗被老鹰抓走 哗被老鹰抓走 是完美的一生 你知道吗 这是特别理想的 一个人生轨迹 就是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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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死掉 但是动物园里的猴子 就完全不是这样 完全不是这样 我在整个动物园 看到的最消极 最懒散 最没有活力的动物 就是一只大猩猩 它全程 就是这个样子 我在玻璃外面 看了它十几分钟 它可能发现我看它了 然后它就 太难受了 太难受了 你看到一个动物这样 太难受了 我怎么能这么消极 我就想了很久 我怎么样能鼓励它一下 我想了很久 我终于想到一个办法 我掏出手机 给它播了一个电影 叫星球崛起 我说你看 振作起来 还是有希望的 你看人家外面的星星 已经战胜人类统治地球了 加油 你可以的 我跟你说 我呢 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平时啊 我就是给大家讲故事 而今天看到的这些故事呢 我有机会 也会讲给很多人听 到时候 他们就会像我看你一样 看着我 你还不是个星星呢 谢谢大家 我是方波 大家好 我是忽兰 是时候让你们认识一些 认识一些真正的甲方了 真的 就是都说嘛 做生活的甲方 我觉得都做不了 生活的甲方 就一天都做不了 你们去看 同样是去挤地铁 早高峰跟晚高峰 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早上那时候都是 雄心壮志的 别碰我 我要去干凡这个世界 晚上那时候 我那一靠 被这个世界干得 服服帖帖的 你从他们眼神里 都能看出那种 对生活的绝望 和对世界末日的渴望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我有过这种想法 就是那个时候 2012嘛 都说是世界末日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 刚毕业在找工作 伴随着我找工作的好与坏 那就是我对世界末日的 恐惧和期待 这几个面试面目好 就觉得算了 这都世界末日了 干嘛呢 那下一个面试 当你带着面对 世界末日的勇气 去面对的时候 那是很恐怖的 就本来面试官 问我什么问题 我不会 我说不会 但我给你学 那个时候在问我 我说不会 我心想到这时候了 会个这碗人 还能逃离地球吗 面试官也愣了 说这人啥都不会 还这么横 肯定是有过人之处啊 就录取了 我在那边待了两年多的时间 周围无数同事被开掉 只有我自愧然不动 不是因为我水平高 是因为两年之后 领导也不知道 我到底会点啥 神秘的东方人 神秘的东方人 而且那边上班特别无聊 就是事少钱多 很多人矫情 事少钱多 你还要怎么的 就你不知道事少 但是还要装到自己 特别忙碌的样子 那是比真有活 还要更累的 就你手里没活 要想到自己手里 全是活 后来才知道 就在表演里面 叫做无实物表演 太好笑了 我们早上要开战略会议 就每个人站起来 说一下昨天都干啥 一个美国大哥 光光说了十多分钟 给我吓得 我说昨天不就坐旁边 咱们一起演的吗 我能说这么多 后来就回来了 感觉要在那边呆废了嘛 因为主要是我 国内很多朋友 在各大互联网公司工作 就他们学习速度特别快 在这边学两个月的东西 赶上我在那边学两年的 但难怪我在那边 进学表演了嘛 回国探亲 也像个傻子一样 看啥都新鲜 早上网上买了个东西 下午就送到了 我还跟朋友在那边感慨 我说这快递又这么快吗 他们说你说的不是人话 那快递不快 能叫快递吗 回来加班特别忙 水深火热 但是特别开心 就脸上带笑容 还能加班这么好 旁边同事也捧说 这不愧是从美国回来的 直接素养就是高 我们真的效率太高了 就是我回来带一个技术团队 就我所有关于技术理念 是在那边构建的 一个之前我认为 我需要干两周的活 回来问团队 我说你们大概需要做多久 他们说三天 我说啊 他们说加加班两天也行 中午就那么一点时间 我想玩一会儿手机 看看综艺 旁边同事在那边自我提升 在那边看罗振宇 搞得我很焦虑嘛 要不然说罗振宇 总在那边制造焦虑 而且罗振宇有这种说词 他说你看好 大家都在午休 现在你选择这个时间来看舞 你过几年之后啊 你就跟旁边那些打游戏 看综艺的傻子不一样 你帮人学习帮人学习 你骂我干什么玩意呢 很多人可能很困惑 说看你这么对生活积极的样子 应该是罗振宇的忠实信徒 怎么还讽刺上了 我讽刺的不是他这个人 我讽刺的是劝你 按照他们的样子 去生活的态度 努力不努力是个人的选择 不后悔不抱怨就好 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生活 你就是生活的家庭 谢谢大家 我护兰谢谢 大家好 我是Rock 有点尴尬 对吧 我真是有点熬不动了 熬不动了 你知道吗 我今天怎么这么邪门 你知道我想选的人 全部是三灯 你知道吗 从庞博开始 就一个一个三灯 就往上选 我说 不是 张博洋吧 是吧 对不对 因为我一直想选排名 比我靠前的嘛 我张博洋也行 对吧 也许我说到一半 人家就退赛了 对不对 就可能会比较顺利 最后张博洋也三灯 是吧 我说好吧 杨丽 是吧 杨丽 带着价值观就三灯了 就卡卡就 全是三灯啊 带劲 真是 因为我真的不想跟新人PK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昨天 我跟海元在线下 看了House的演出 就是新人的演出 谁一年不攒五分钟的好段子 你真的别套上他们 真的 就是忘了告诉斯文了 哎呀 哎呀 真是有人骂你 我说我一定要挑一个老人 我输也输得 对吧 体体面面的 对不对 好呢 熬到现在 六个新人 本来有个已经走了 真的新人是越来越多 新人越来越多 老人呢 就越来越 越来越疲惫 对吧 越来越疲惫 我真的是 我今天36岁了 真的就 看不出来 是吧 前段时间 大家正好都在聊 后浪 这个话题 对吧 里面有句话 我印象特别深 他说 只有弱小的人 才习惯 嘲讽与否定 我的职业 就是嘲讽与否定 我就是一个 职业弱小的人呗 然后很多朋友 也在讨论 是吧 自己到底是算 前浪还是后浪 我觉得 如果你不知道 自己是前浪 还是后浪 你就是前浪 因为后浪 绝不会怀疑 自己是不是后浪 对吧 人家直接就在 那个视频上发弹幕 高考必胜 清华等我 我估计 清华看完都是 等你等你 我就是一个 标准的前浪 因为我从来不会 在看视频的时候 发弹幕 我从来不会 看一个视频 看着看着 突然想上去 发一个 啊 我死了 我死了都不会 弹幕一直对我来说 就是一种干扰 明白吗 就像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旁边有人 一直在说话 而且它是一边说 一边从你的眼前走过 画质感人 23333333 尤其你看到 正投入的时候 突然一堆 前方高能 你也不知道 前方什么高能 前方全让它挡上了 然后有一次 我就在网上 看一个脱口秀视频 看着挺高兴 上面就有两个弹幕 一直在聊天 啊 这也不好笑呀 是我们笑点太高吗 他要给我烦的 我说我就不能 看一会儿自己的视频吗 我就特想上去发弹幕 骂他们 对吧 不看 滚粗 然后我就发现 如果你想发弹幕 你就得注册 我就去注册 然后注册完我发现 你还得考试 我说 我就想上网骂个人 我还得考试 考完是有毕业证吗 是有文凭 是不是找工作可以用 我去应聘 人家说 你好 请问什么学历 我B站大会员 分享一些考试经历 是吧 当然后来我冷静了一下 我冷静了一下 我说 对吧 自己毕竟还是一个 知名脱口秀演员 跟两个弹幕吵架 确实有点丢人 再说也没考过 太难了 一百道题 我哪个题我都看不懂 我觉得我就是老了 你明白吗 就是我面对这个世界上 很多新的东西 我的第一反应都是 这就是老年人的表情 明白吗 这就是老年人在地铁 看手机的表情 突然有一天 我就发现 如果我蹲下来 系完鞋带之后 我就必须大喊一声 才能站起来 明白吗 就是你很自然地 蹲一会儿是吧 然后就 你说 这个声音是我发出来的吗 还是我脑海里 痛苦地呐喊 你过两年发现 你不光你是 蹲下起来要喊 你知道吗 你下去就得先喊一声 我觉得就是人老了之后 你知道吗 你的身体的力量来源 就再也不是肌肉了 是声带 你们见过老年人 在公园断裂身体吗 基本就是练嗓子 就你离老远 你就听见那本 那 二 二 走 你好吗 我就这样 我就这样 我现在打篮球也是 我现在对自己的要求 已经越来越低了 我前两年腿断过 对吧 我现在如果防一个人 他要起来投篮 我基本已经不会 跳起来去盖他 你知道吗 我就会 下个死你盖了 谢谢大家 我说